今天是4月30日,是复活期的第三周星期四 天主的圣言是抗疫中的希望, 亦都是我们每日复活力量的全员, 要用我们细心聆听上次给我们的喜讯, 来自《药望苦心》第六章 那时候耶稣对群众说, 凡不是派在我的父所吸引的人, 谁也不能到我子女来, 而我在每日要叫他复活。 在先知书上记载, 众人都要蒙受天主的焚悔。 凡有父听教而学习的必度我子女来, 这不是说有人看见过父, 只要哪从天主来的才看见过父。 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信众的人必得永生, 我是生命的食粮, 你们的祖先在抗疫中吃过马腊却死了, 这是从天上降下来的食粮, 谁吃了就不死。 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生活的食粮, 谁若吃了这食粮, 必要生活直到永远。 我所赐给的食粮就是我的肉, 是为世界的生命而赐给的。 所以耶稣祂赐给永生的食粮, 这个食粮就是祂的肉。 祂说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生活的食粮, 谁吃了这个食粮就会生活直到永远, 而我所赐给的食粮就是我的肉。 所以马腊所预示的在耶稣身上得已完成, 而祂将自己成为生命之粮, 赐给我们,使我们能够得到永生。 所谓圣体圣事是圣言, 是十字架和圣神的交汇点。 在十字架上面, 耶稣以祂的血肉为世界换来生命, 而十字架可以说是圣言的核心, 在圣体圣事当中, 祂让我们能够吃祂的肉, 吃这个动作代表吸收耶稣基督的启示, 和将祂融入在我们的生命之内, 成为我们生活的基石。 圣体圣事一直是基督徒生活的基础, 圣路加他曾经写, 他们专心抹饼祈祷, 我们领受圣体圣事不是被动的, 我们需要知道我们所领受的是耶稣基督, 在祂之内我们要获得生命, 而且是一个更丰盛的生命。 所以从事件我们今天不能够实领圣体, 但这个默想圣体圣事这个模式, 凌致我们继续去深化,去看美。 这个新冠疫症的情况, 其实在世界各地都受到影响, 越南教会呢, 他们都是, 他们没有袖手旁拐, 而是为了最需要帮助的人提供援助。 为了防止这个病毒传染, 越南当局采取很严厉的措施, 使得很多工人, 出租车的司机, 街头小贩, 或者临时工的人失去工作, 因此失去了他们家庭中唯一的生计来源, 所以导致了很多人, 加入了这个贫困的行列。 所以当地越南的教会, 在复杰之后, 在这个信化的总教区, 发起一项叫做以外抗疫的特别活动。 这个负责人安神父呢, 他解释, 他说, 教会为每一个堂区提供了五百公斤的大米, 致在立刻去援助那些没有食物的家庭, 无论他们信什么教都好, 最重要是唯有需要的人。 所以很多教友也都响应了这一项的募捐活动, 有些人提供大米, 有些人做义工, 用他们的摩托车分发食物, 还有些人购买大米, 直接分发给有需要的家庭。 希望唐区的每一个天主教徒, 都能够有这个福分, 鼓励他们继续去发挥。 有些人去购买两吨的大米, 将这些米捐给那些信仰, 不同的其他宗教的家庭。 这些家庭, 过往他们都去当地的圣母朝圣地, 去朝圣,或者售卖鲜花。 所以爱是无界限的。 所以会看到, 藉着这个疫症, 都带给人一个恩宠, 甚至上街恩宠, 带给人爱, 更加能够发挥产生更大的爱。 让我们继续为那些失业的人, 和那些饮食业的人, 需要我们祝福和祈祷。 人质的上主, 在这个特别的复活期里面, 我们仍然体验到你的慈爱, 和充分地看到你的大爱。 你既想能够摆脱错目的黑暗, 祂也使得我们时事, 兼顺你的真理, 并且能够身体力行。 有你的圣子, 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祂和你及圣神, 是唯一的天主, 永生, 永皇, 阿玛。 让我们今天, 新几日, 每日都可以重新开始, 在基督里面, 可以重新开始, 再开始, 天主保佑。